机关出国打工到柬埔寨 居然公司还帮你安排了健康检查 甚至要求你签一份叫做器官捐赠同意书 原来这些犯罪集团一点都不单纯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器官拿去买卖 以一百万来交易 甚至还打了一个暗号叫做全差友 意思就是要把你全身上下的器官卖给卖家 幸好被害人逃过一劫 但他直到现在人活在恐惧当中 这回台湾犯罪集团涉嫌卖卖器官 全球反诈骗组织表示 的确有见过被救出的被害人 器官不见了 如今全球紧盯人口泛育链是否成功斩断 人蛇集团也不敢刺激而动 但黑市买卖跟活在器官市场大 Semi认为犯罪集团恐怕专挑没管辖权的地区做交易 以防留下证据后患无求 他真的被抓去拆了 没有人可以验证这件事 因为他们拆人是送到公海上面活灾 那那个我们只知道人消失了 根本没有无从验证起 目前人蛇集团也不敢从事诈骗买卖人口 但他们也趁机转移阵地 逃到辽国 越南 缅甸等边境 避避风头还断网 让没拿到手机求救的被害人 从事酒店等其他工作 全球反诈骗组织也认为 恐怕再几个月 人蛇集团会再重出江湖 包装新话术 让无知民众再度搭上韬巾列车 民众人要提高警觉 农选社中心综合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